20世纪末最伟大的发明 PS无庸置疑的榜上有名 一经问世拯救了多少现实中的歪瓜裂枣 有这么一群男星脱离了修徒 剧中的真实相貌跟宣传照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不相干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都有谁吧 诚意 莲花楼一播出 让30多岁的诚意可算是迎来了春天 不仅热度爆棚 演技的口碑也是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有人夸 也自然有人扁 大部分都反映诚意的台词水平实在太差了 口齿不清 把一个又一个的名称说错 讲话时候的嘴型也被一一拉出来单独处刑 其实在此之前 诚意就被网友封为鸡嘴战神 原因就是诚意的嘴巴是长得一点也不大气 不仅上唇外翻 而且还向前秃 唇珠有点明显 有点像是鸟会 再加上头肩比例不是很好 远看就是一个大头配上了小身子 在《沉香如泻》里他明明扮演的是叱咤风云的战神 但是别说神了 就算只是一个普通战士 他也没有那强壮的身躯和威猛的气场 远景的眼神更是显得十分呆白 给人感觉反而是哪家长期病弱的公子哥出来晒太阳了 陈飞宇 身为大导演陈凯歌的儿子 陈飞宇是毋庸置疑的出道及巅峰 各种邀请他出演男主的剧目和顶级代言层出不穷 相比起父亲年轻时的样貌 映照中陈飞宇的眼镜要更加像母亲陈侯 不仅更加的大而圆 而且深邃有神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丑基因比美貌基因要更加强大 现实中在看陈飞宇 发现他的下半张脸 骨相还是几乎与父亲一模一样 不仅勾壑丛生 而且有一传性的嘴秃 即使再有钱 骨相上面的毛病是绝对无法更改的 只能通过后期修图达到完美状态 染了黄头发后 剧里气质更是比宣传照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 有个颜值十分加分的大美人老妈也是无济于事 陈兴旭同样是老陈家 但是出身和资源千差万别 陈兴旭比陈飞宇年长四岁 出身普通 以同兴身份出道至今 最为代表性的角色 还是2007年闪闪的红星中的潘东子 长大后的他 只有一些偶像剧找上门 2019年 曾以东宫中的李承鄞短暂火出圈 因为长相偏成熟那挂档 因此非常适合一些霸走或者大帅的角色 在民国剧一见清新 宣传照中 制服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气质和颜值都在线 就算不是粉丝 也忍不住让人多看两眼 但是一旦观众 真得打开剧 却发现这个男主怎么跟实物不符啊 有人更是直呼自己受到了诈骗 真实的陈兴旭看上去比图片显老显修好多岁 刘宇宁 有一种丑 是京修已掩盖不了的丑 刘宇宁作为一个歌手出身 发行一搞小眼睛一带 不说人有多帅 但最起码氛围感是拿捏了 尤其是一戴口罩 也能让路人都忍不住惊呼 这是哪里来的爱豆 但是在剧里 经常需要一些大动作和大表情 没了京修的加持 宁宁的真实脸蛋就立马原型毕露了 锥子脸 细长眼 从眉毛到嘴巴打车 要五十块钱都不值 不能说有多丑 但是确实跟帅也不沾边 古装对男性一态要求一般也很高 刘宇宁的站姿也是惨不忍睹 纵光过去电视 真的随便拎出来一个男演员都能秒杀宁宁 不说颜值多高 但我们的宁还是好好练练一态吧 人家伦 说起人家伦 比起脸被粉丝吹得最多的还是演技 有粉丝表示人家伦脸上没一块肉是闲着的 做出了这样一张图称赞人家伦的厉害 但让一般人看了却只觉得无语 人家伦讲实话 能成为演员那长得也不丑 眼睛大 双眼皮也宽 现在多少人看他还带着大唐荣耀里的李处的滤镜 眼机还行 但人家伦的帅也并不是那么和谐 首先就是他的脸型 与诚意不能说如出一辙 但也大致相似 诚意是正方形 他就是等腰梯形 巧的是这两个人还都是同一个娱乐公司 欢瑞的 因为欢瑞资源本身有限 可能分配不均 去年这两家的粉丝还上演起了内部大战 互相攻击起了对家的颜值 身材 作品 在这场护丝中 还有两个人在同一部剧同框的侧脸照片被贴了出来 诚意的脸型和嘴唇固然是有点问题 但人家伦的脸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以看出他图中准张脸都像个弯月亮一样凹了进去 两个人敌我不分的情况下 不知道道的还以为发图 等人是同时支持诚意和人家伦的CP粉 除了脸型上的问题 人家伦长相透着奇怪的原因 还有他本身的五官也全部都是偏人顿的 锋利的线条会给人带来精明 高质感 比如传统系帅哥 颜艺宽 他的骨骼和皮肉接近建模脸 非常的立体深邃 这也就注定了他演不了小人物 因为只要一跟旁边的人对比 别人的气场就会被他压下去 但人家伦的原线条自然就给人一种 憨厚敦实的感觉 同时 在大唐荣耀时期的鼻孔也是十分醒目 不过因为他的眼睛长得还蛮出彩 还是吸引了不少火力 使人没怎么注意到 王鹤帝 要说近几年再能屡居话题中心的小鲜肉 王鹤帝也算当头一个 曾只参加过选秀节目的他 不知道搭上了哪根线 在2018年凭借新版流星花园 南一号到明寺天降娱乐圈 此后不管参演的是什么剧 男主位置都一定稳稳都是他 因为他的突然爆红 家里闸窜店的生意也更是忙不过来 有人觉得他真是帅出了天际 有人却只要一看他演的剧 就看一部难受一部 其中因为王鹤帝的长相占了很大一部分 他远看确实可以说是个妥妥的帅哥 但对脸罩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脸部两侧不对称很明显 眼睛大小不一致 嘴巴习惯性的倾斜 加上狭窄的下颌骨 跟猴子很像 因此也被叫做猴系帅哥 虽然还是帅哥 但到底帅不帅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他这样的长相 配上某些古装的造型很灾难 比如古偶菊玉龙里 他的白发造型 没让人感觉到多么清朗 反而有些庄庄的 其中演技也饱受诟病 整部戏下来 几乎全是一个表情 肢体更是僵硬的像个木头 最近新剧《以爱为引礼》 除了他 扮演女主的白鹿演技也是十分不自然 两个人的表演酷似AI 女主闹别扭上述当猴 男主在下面求他的那一段 更是把尴尬拉出了一个新高度 离谱的剧情加上扣出三十一厅的演技 最后收获评价不出所料的差评 罗云熙 罗云熙这两年颜值争议也是不断 2015年和《以生肖默》时期 刚出道时的他脸型还比较土顿 眼现代戏平平无奇 也没有给观众多少记忆点 但很快香蜜沉沉进入霜爆火 他成为了能担得起古装美男的称号的润玉 一张图迅速火出圈 甚至被人捧到了近两年 男演员古装天花板的位置 但之后 罗云熙对自己外貌管理的操作 就开始变得奇怪了 眼窝凹陷 脸型消瘦 腿看起来一折就断 一度受到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吸了了地步 由于太瘦还被人说像螳螂 身材看着也是相当的弱不禁风 长月静明只要一切远景就是灾难 穿上戏服的他像是没有肩膀一样 恍惚间像是勺子一样只有一个大头 你女生对戏时还需要厚底鞋来增高 两人同框时 你主角更似乎比他还壮实 切特写镜头更是让人没眼看 装造配上毫无棱角的小脸比女人还女人 实在不知道这样的尖嘴猴腮 得审美是在引领什么潮流 最后 这几个男星的大名随便拎出来 粉丝都是爆炸级别 难看能说成好看 短处能说成特色 但反观女明星 只要有一点瑕疵立马就能被骂得体无完肤 也不禁有网友感叹 观众还是对男明星太宽容了 既然有缺点 大大方方承认不好吗 硬说神言只会让路人听着越来越尬 好让人听着越来越多了 我是同一样的 我们许多竟然听到